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红蓝白卡他们的申请 以及他们的福利和他们所应该有的义务部分 除此之外 其实年长的朋友在美国现在面临到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我记得我去就在Arcadia的那个Nershing Home 我碰到一个女的 然后就看她在里面表现得非常那种不屑 而且表现态度很傲慢 然后我就问他们的一个工作人员 我说她怎么了 是不是mentally 她说不是 她说她原来是一家公司的CEO 她现在呢 常年因为身体状况又是单身 她一常年住在Nershing Home里面 说她呢 因为她并不qualify政府的任何补助 她住在每一分钱都是她自己的套腰包了 她就说她prefer住在Nershing Home 也不要alone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 她是一种个人的性格 但是费用惊人 幸亏她生前给自己累积的足够的费用 可以让自己承受得了开销 年长朋友可确实是需要别人照顾 她并不是说真的要跟大家取暖 但是她确实需要人照顾 所以随着美国在过去也就十几年的时间吧 有了很多很多的长期照顾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保险 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那说到长期护理 我觉得我们要先define 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长期护理 那长期护理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在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协会 他们有一个定义就是说 如果您作为单身自己能够自理的情况下 一般人是有六种基本的职能的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那其中包括吃饭 穿衣 沐浴 上厕所 行动和试镜 就是大小便试镜 当这个其中有两个你不能做的时候 您就被定义为需要长期照顾 那通常这个情况是要持续90天以上 就连续90天以上 一直都是持续两个out of这个六个 你做不了的时候才是属于长期照顾的 那也有短期的 比如说车祸 可能它是短时间不能自己洗澡穿衣 但是长期来说还是可以的 那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长期护理 比如说这些人就qualify 可以享受到 如果你买有这种长期护理的保险的话 你就可以享受它的福利了 是的 那说到长期护理呢 我们讲说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有怎么样要怎么样 不是真的会发生是肯定会发生 好 就是说如果某一个人发现 连长的朋友是肯定会发生的 对发现这个有长期护理的需求 他有四个地方可以去 四个解决办法 第一个呢就是住到私人的疗养院 也是我们讲的Nursing Home 最贵最贵的那种 那是最昂贵的地方 那条件有的很好 我看过我们洛杉矶非常好的这个 这个Nursing Home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好 但是价格非常昂贵吧 对对 另外呢就叫做Assisted Living Facility 辅助生活中心 这种地方呢就是说可能两三个人 share一个房间 但是呢如果需要按铃的话 会有护士随时来看顾你 那这个稍微费用的话会少一点 比Nursing Home少一点 那再来呢就是成人日间保护中心 叫Adult Day Care 这种地方呢基本上就是 晚上还是在家 但是白天呢因为小孩子 家里的人 家里没人了 对去做事了 他自己又不能自己一个人 就是政府提供的 也有私人 也可以付钱去 最后一个呢就是最便宜的方法 就是请人来家里照顾您 那这个人可能是有执照的 有护理执照的 也可能就是随随便便请个朋友 来照顾你而已 那所以这个一般是我们有四个去除 当你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 问题大家其实关心的是 大家并不关心四个去除 大家关心的是四个去除的费用谁来付 对 是是是 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费用 如果是住Nursing Home 私人疗养员 在洛杉矶线和Orange County 2016年出来的数据 是MedLife大都会保险公司 published的 是8万到10万之间 一年 一年 这是税后的收入 也就是说如果您的税率 就是说 按照正常税率来讲的话 您要挣到12万 打完税 有8万9万块的时候 可以来支付这样的费用 那基本上如果是辅助中心 assisted living 大概是5万到6万 稍微要便宜一点 再来就是成人日拖 而是今天这个保护中心是2万到3万 还有就是说我们如果一天请人来家里照顾我们 就说如果是按照四个小时 一个月收费1800块的话呢 那一年下来也就是将近2万多3万块 对 所以这个是费用来说大概是这样子 不过多数的人呢 包括美国的老人家 他们都选择住在家里 因为成本低 第二呢对于他们来说对家人的陪伴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的呢 就是这些费用的增长 这个就是像通货膨胀一样 它是每年是6到8个percent 这么高 这么高 是这么高 对 它远远超过美金 美金本身通货膨胀是2到3个百分比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要规划长期之后的这个计划的话 您一定要想好通货膨胀 你不要想你不会得病 你不要想你不会有人帮助你 这是你必须要请的 请人来帮助的 如果这些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未来 不管你今年是40岁50岁还是60岁 你知道你未来将来到你70岁80岁的时候 你一定需要这种照顾的时候 我有没有一个办法说 我现在我就给自己未雨绸缪 买一个东西 或者准备一个什么 除了个人存的资产 这总是不够的 美国人这个平均存款超过1万块钱的恐怕不会超过30%的人 是 对 那如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未雨绸缪 华人做的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那您有两个选择 一个呢就是直接去购买长期护理对应的保险 那对应的这种保险 是用来以后每一个天比如说能够拿200块来照顾您 当你发生长期护理需求的时候 好像还有一个每年最高额只有30万还是几十万的一个最高额 如果是这样子的保险的话呢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人突然间过市没有用到长期护理的 其他人用不到 对那这个就是消费掉了 就保险过市赚钱了 你就算给保险公司做贡献了 对 那这个呢其实是比较古老的一点的保单 像是我母亲那一辈的人比较在推行的 那现在新一代的产品呢就像手机 原来手机呢就只能打电话 现在手机可以导航可以拍照 对那现在新一代的产品呢就是很多人会配置一个人寿保险 带的有长期护理计划的在上面 那这个时候呢就说如果因为我们华人特别很会保养 会照顾自己 如果我真的没有用到长期护理的部分 我给自己留一个资产给小孩 比如说我花10万买了一个100万的保险给到孩子 这个又不打税 而且增值的部分是不用上税的 小孩子拿到也没有所谓的收入所得税 他现在的遗产税 他也不算遗产税 对也不会考虑到 那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就是如果当我在 甚至在缴保费 我只缴了第一个月的保费 我就发生了长期护理的需求 我仍旧拥有一百万的金额 来支付每一个月两个percent 就是两万块一个月的收入 可以来支付我的长期护理的费用 那其实这种保单现在的好处呢 就是它有报销形式的 也有这个津贴形式的 如果是报销形式就变成 你花到长期护理的费用 你拿来收据 给保险公司说我要报销 它就对应的报销你 还有一种保险呢 就是说它是津贴形式 你只要符合这两个 不能自理的生活情况了 那我就给你两万块一个月 两个percent一个月的金贴 你可以自己去做任何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实际来讲 是和你的life insurance绑在一起的 绑在一块的 那通常来说 这样它的保费会不会很贵 这样的保费会比正常 没有long term care 没有长期护理的保险会贵一点 但是现在的人呢 基本上他们是未与筹谋 已经做到一个 什么都做在一个package里面 万一这个情况 我有对应的政策 万一没有用到这个情况 那我还有别的 但是年长的朋友们 如果是买这样一个package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是life insurance 如果超过你 你超过五六十岁了 你再有点疾病 这个费用会很高 是的 所以如果对于年长的 年长一辈的客人 我就通常建议他们 还是考虑长期护理的保险 但是金额可以稍微放小一点 同时也跟我们通常都约客人 把孩子带进来 孩子因为要提前做长期护理的考虑 同时也跟他们聊一聊 如果爸爸妈妈真的发现了 长期护理的需求 作为孩子 对于父母是有这个尽孝的 这个责责的 你们打算怎么应对 那许多时候 其实这个长期护理的钱 有很多情况下 不光是父母自己出 孩子也会掏一部分 那这样子对于应对 未来长期护理的需求的话 就会做出比较充分的准备 我之所以请教您这个问题 这就是现在我们在美国的 很多华人朋友 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他们说我父母来了 我不能不给我父母看病 如果说我父母需要有人照顾了 可是我们确实工作很忙 又没法照顾 请人也好 干什么也好 这笔费用又不是我们能够负担的 他就一直希望说 能不能够 现在我们的保险业 或者说其他的行业 有没有类似的 像我愿意每个月 比如120块钱 200块钱 300块钱 我买一个保险 当我父母需要的时候 起码我们在时间上 在精力上 在财政上 我们不用付出太多 我们父母也能得到照顾 因为现在这已经是很多华人民众 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对的 我看到一位老伯伯 他就一定要回杭州 我说你为什么要回着 你老伯也不在了 你一个人回到杭州 他再漂亮 你怎么办呢 我说你女儿在这个地方 他说不行 我会拖累我女儿 老年人也在想这个问题 像针对这种情况 有没有给他们一些 像你说这两类保险里面 有没有比较合适的选择 像这样的 如果比如说已经超过55岁的老人家 我们基本上还是建议只做长期护理 只做长期护理了 对 但如果是55岁以前的老人 其实都是可以考虑这个人寿保险 带得有长期护理的 因为人寿保险 现在的人寿保险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它就是它可以自己定制缴肥的年限 你可以lifetime 就是活多久 缴多久 那可能每个月的保费就会低很多 你也可以一笔钱一次性把这个保端给买断 它有非常多的灵活性 也就是说现在的保险公司也越来越灵活了 当然了 保险公司的问题 我相信保险公司的问题 可能我们很多听众观众朋友 大家比我更有一些了解 原因是在于说 大家当你进入美国之后 美国就是一个保险种类特别多的国家 很多人你发现你一个月的收入当中 开销最大的部分 就是买各种保险 从汽车保险 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 你都全都在里面 所以可是对于年长朋友来讲 这种保险 那不仅仅是帮忙 那真是救命的 是的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我们感谢文科女士 谢谢你 谢谢萧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祝我们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 也希望大家未雨绸缪 再见